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2月3号星期四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 屯区右肩河川污染 乌日西南大牌 日前有民众早起运动的时候 发现大牌有大量的 无锅鱼以及扇鱼 翻白肚 加上水面漂浮着白色的混浊液体 怀疑有不肖工厂业者 偷牌废水 地方民代接获反应到场来勘查 并且要求市府环保局要 尽速查出污染的元凶 避免这污染事件再度发生 大牌水面漂浮着成堆鱼湿 而虽然之前经过清洁队的清理 但大牌当中还是有不少数量 而这些鱼湿经过一天曝晒 空气当中是飘散着不好闻的味道 让人看了都相当无奈 我们在猜测应该是 有人刻意还是说 有这边的工厂倒了这个废油 导致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 全部都是油垢 那个油污 所以死了很多很多的鱼 昨天已经清了两三大的布袋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还是很多的鱼的尸体 地方表示西南大牌是属于农业灌溉之用 而现在水面呈现白色浑浊液体 跟上个月的法子溪也出现整条溪变成主白色的情况相似 因得怀疑是同一个不肖业者所为 而担心附近农田会遭到污染 要求是否环保局能够加紧查办 有垃圾水 要让鱼要刺得很多 这个我们这个八成 今天说现在水都放太大了 今天这个水又淹入残液 今天说又污染 我们的丢业和残液的贴族 市府环保局表示 初步的采样发现这些白色液体为工业用的切削油 而目前业精掌握到了可疑对象 正积极的追查当中 同时也会用新油棉来吸附这些白色液体 避免污染情况继续扩散 继续来秋风台中采访不到